好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深夜馬路上幾名男子互相推擠 扭打成一團 一名女子上前制止 卻遭白衣男子出手往臉上招呼 過程中不斷飆髒話相互叫嚇 事發在十七日晚間十一点多 新店區三名路前 洪南與女友詹女相約 有人聚餐慶生 飲酒後双方發聲口角 洪南不慎將熱湯撒向詹女 造成又臉頰燙傷 詹女送往更新醫院就醫後 兩名朋友為詹女打抱不平 與洪南爆發肢體衝突 詹女出面制止 卻遭邱南打巴掌 警方到場後 及強勢壓制 現場調略監視器 確認案情必領先犯行 警方將洪南等四人 帶回偵辦 相關人等軍部提告 全案一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以上最新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